当我年轻的时候 我有一个梦想 我希望能够作为一个 改变这个世界的一个科学家 在那个时候呢 我总是很自豪地告诉别人说 一个科学家 他的研究并不是在于 他的研究的一个结果 而是在于他的研究 能够影响多少人 能够影响多久 但是在那个时代的我 我一直渴望着 有一天能够做自己的研究 可是呢 我却是走错了一个方向 我认为说 当我去了解到一个化疗的药物 当我了解那个药物 它对于人们免疫功能 会带来哪一些的副作用 我告诉我自己说 这就是医学的进步 我就能够去避免这些副作用 直到了有一天 在我的研究里面 当我去面对一个 得到癌症的妈妈 她改变了我所有的研究方向 我还记得很清楚的那一天 我跟我的同事走进去了 这一位妈妈的病房 我推开了那个病房 我看到了那么一位年轻的妈妈 三十多岁 可是呢 她却是面临癌症 没有几个月的时间了 我发现了说 她坐在那个病床上面 她在录音 而在她旁边 有三个年幼的子女 我走了过去 我问了她一句话 我问她说 你在做什么 她给我的回答 到了如今 夜晚临近的时候 我总是仿佛 还是听得到她的回答 她的声音在告诉着我说 这一卷的录音带 我是录给我儿子 毕业的那一天听的 而她拿了另外一卷的录音带 她告诉着我说 这一卷的录音带 是给我女儿 结婚的那一天听的 当我听到了她那一些话了以后 我掉头走了出去 也忘记跟她说一声再见保重 走了出去了以后 我奔回了我自己的实验室 然后我不断地哭 我自己也不晓得 我自己在哭什么 我问我自己说 我是不是因为我可怜她 所以我在哭呢 但是呢 我又告诉我自己说 不可能啊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看过了那么多的 癌症病患 但是我并没有为他们哭啊 那为什么我会为这一位妈妈 这样子不断地哭呢 到了最后 我才发现了说 那是因为我有了罪恶感 因为在那个时候 我必须要面对我自己的研究 在那个时候 我必须要问我自己一句话 我没有办法再欺骗我自己说 当我去了解一个东西的副作用 我能够改变这个世界 我能够让科研更加的进步 在那个时刻 我没有办法来告诉我自己 说服我自己说 那个妈妈 她有一线的希望 因为在我心里 那个答案是那么的清楚 那个答案是 她绝不可能 看到她儿子闭眼 更不可能 替她的女儿披上她的婚纱 所以在那一刻 我问我自己 这就是一个科学家要的吗 这是我要的吗 所以我从那一个时刻 我希望研究一个 完全没有副作用的 我希望癌症能够预防 我希望说它不要发生 我认为说每一个母亲 都应该要有希望 都应该有权利 去参加儿子的毕业典礼 所以呢 我希望能够研究的 是营养 是预防 但是很可悲 也很讽刺的 我读到了一个博士学位 我却是发现了说呢 作为一个免疫学家 我居然不需要学 任何的一门营养课程 我跑到了营养系那一边 我发现了说 你也能够拿一个营养师的一个执照 你能够成为一个博士 在医院里面工作 而你也不需要修任何的一门 免疫学的一门课程 所以我从那一刻开始 我去研究营养跟免疫系统 之间的一个关系 我称它为营养免疫学 但是你要知道 我第一个研究的东西 是一个大豆 我从大豆里面 我发现了说 它有一个植物营养素 叫做Genestine 这个植物营养素 它并不是一个维他命 它是一个与众不同的营养成分 我发现了说 它能够防止血管 供营养给一个癌细胞 它会导致了一个肿瘤 就像饿死一样的 所以它会缩小 所以当我发现了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了解到营养的一个 它是那么强 它甚至于比一个药物 更加的有效果 但是它却是没有副作用 但是问题来了 现今的一个研究 大部分都是药厂所资助的 药厂所要的 它是要一个药 它并不是要一个大豆 你只要改变你的饮食习惯 你就能够得到健康 所以身为一个成员人 我们希望每一个成员人 他们都能够以一份的爱心 去帮助别人 我希望他们能够因为我们的研究 因为我们的教育 每个人他就能够得到健康 就算他们没有使用我们的产品 我也希望每个人 他们能够了解到说我们的产品 它所带来的只是一个方便 所以我常常说 成员的产品 它是一个健康的速食 速度快的速 所以它是一个方便 它并不是一个秘方 在这个状况底下 营养免疫学还有成员 因此而成立了 因为我们资助的一个研究 那是一个关系到 每一个家庭健康的一个研究 所以我们所做的研究 它并不希望去破坏这个大自然界 我们也不希望制造药物 我们是希望每一个人 能够因为我们的研究 他能够得到健康